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這次是酵天多信箱的第一集 這些問題是 最近有很多人留下 我開了一把東西 有個地方讓他們問一些問題 我打算每隔兩個星期 清理一下問題 由於我在完全沒有準備的狀態 回答這些問題 所以回答完等於回答是沒有什麼價值 但我知道有些人想 都是我回答一下 又或者想看我 非常失敗的狀態 我是很願意滿足你們的慾望 你們變態的慾望 沒什麼所謂 只要我能力所及就可以了 至今有72題問題 我會用這個網站選擇問題 1至72 第四題 第四題是什麼呢 你的聲音 這麼像梁煙成 其實你真是梁煙成 不要不承認啊 年輕人 你可以說我醜 你可以說我胖 你可以說我蠢 你可以說我蠢 但是你不可以說我是梁煙成 因為這是對我最大的侮辱 對吧 有沒有搞錯 我怎麼會是梁煙成 你聽過梁煙成的聲音 你聽過梁煙成的聲音 也知道 他說的中文是不正的 而且他是大量懶音 我只可以說 我絕對不是梁煙成 我寧願我是八兩金 如果我是梁煙成 OK 答完 下一題 36 為何你不上境 上鏡 是不是怕得罪人會失業 基本上我長期都處在一個得罪很多人的狀態 現在我有份工作 在報紙那裡負責寫線稿 說謊等等 但是如果沒有這份工作 我相信我也是失業的 我個人是很難找工作的 我之前找工作是找到 如果我把我的學歷填上去 例如博士候選人 例如發出50份 resume 一份interview都拿不到 後來我發覺 如果我寫我只是 例如碩士畢業 例如發出50份 可能會有兩個interview 後來我發覺 如果我連 master's都不寫下去 只是說自己是學士畢業 反而發出50份 可能會有10個interview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總之我個人是非常容易失業 所以即使我不上鏡 我都長期處在一個失業的狀態 至於為什麼不上鏡 其實也沒有什麼原因 我只是不太喜歡上鏡 其實我拍照也不太喜歡 我結婚相片也沒有拍到 純粹是不喜歡這樣 答完 這麼快就清了兩題 and by the way 因為我這個頻道 之前被影音使團 和諧過一次之後 我這部影片最多只可以15分鐘 可能我每一集都是十多分鐘就停 5號 剛才好像看見 你可不可以展示的樣子 給大家看看 郭富城比較帥 還是你比較帥 我可不可以展示的樣子 給大家看看 我不太想 不過基本上我可以形容一下自己的 我就是 臥蠶味 單鳳眼 目若略朗星 臉如重組 身長九尺 我平時出街 都會揹個包包 和帶著青龍刀 至於 郭富城比較帥 還是我比較帥 其實不帥的事情 是很主觀的 我相信 郭富城會覺得他比我更帥 世上其他 所有人都會覺得我比較帥 我相信 下一題 六十 六四 喂 即是 我這個 我這個頻道 應該會 應該會 在大陸被人 是吧 即是他隨便發生 不關我事 六四 真是 不能夠打進中國市場 真是 真是慘 梁閻成成功可以打入中國市場 在中國傳福音 我就做不到了 他在網上有很多關於 天堂地獄的見證 甚至說 有些死硬派的無神論者 被帶到天堂後回來 成為了基督徒 他們說得實牙實恥 言之作作 好像真的去過 你覺得用這些見證來傳福音 適不適合呢 還是大部份都是虛構的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排除有些人這麼無聊 作一些故事出來騙人 是吧 但是 你 是不是真的呢 還是他在那一刻 可能有些人 處於一個昏迷的狀態之下 他平時也聽了很多 很多關於天堂的事 在那一刻 就像發夢一樣 像石修一樣 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 他就是 可能在那一刻 他就看到一些圖片 就是他之前聽到關於天堂的聚術 後來被人救了之後 他又覺得自己真的上過天堂 很難說 他看到那些是真的假的 但是 至於是否虛構 是否說謊 這方面 真的要問他們 是吧 如果是 我的話 我會對這個題目 是沒什麼興趣 因為 例如 對天堂的描述 當然 並不是基督教特有 很多其他宗教也有天堂 也有天國 所以 即使 有天堂 也不代表 他要相信基督教 其實沒有一個直接的關係 第17題 如果對基督教有興趣 你會推薦除了聖經之外 哪幾本書呢 看看你對什麼時候的基督教有興趣 因為基督教 就是跟其他所有宗教都一樣 他不斷演變 他是不同的 即是 現在的基督教 跟一千年前的基督教是不同的 一千年前的基督教 跟耶穌剛剛死了之後的基督教 又有些不同 這個是事實 看你對哪個時期的基督教有興趣 如果你對現在的基督教有興趣 我建議你看影音視團的影片 你看到現今的基督教是多麼敗壞 如果你對早期的基督教有興趣 除了聖經之外 有很多早期基督投寫的東西都很有趣 例如他講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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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還有時間回答多一兩題 44 又是44,好像很熟 44 他在這裡問我只是下載了你118條片 是不是齊了?我知道我一定沒有你兩條片 一條是被影音視團刪除了你的 另一條應該是什麼耶穌秘卷 什麼叫耶穌秘卷?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我知道我沒有是因為看你其他片的時候看到你講起你的其他片 我沒有 有沒有辦法下載呢? 只不過你可以發一個電郵給我 因為我有留意的,我可以放一條連結給你 是不是? 不知道你來做什麼 我覺得很搞笑 好像是存在漫畫 好 下一題 十三 你為什麼會決定讀聖經研究呢? 當初就是純粹為興趣而已 男生也是喜歡考古的東西 我一向對於歷史也有點興趣 那天我信了耶穌沒多久 當然對聖經是有興趣的 很多基督徒都是這樣 剛剛信的時候就買到整個屋都是聖經 然後信了一兩年 一輩子都不會再看了 就算看 都是看日常的聖誕、靈修書 所以他們的人生 被靈修書塑造成一個基督徒 其實不是由聖經塑造成一個基督徒 而是由靈修書塑造成一個基督徒 不過anyway 這是題外話 當然 當初是為了興趣 後來就發覺 其實教會裡面 真的有很多瘋三到四的事情發生 例如以前我上的那間教會 我之前可能也提過 他是 他是不讓一個人受洗 因為他回到教會 回得不足 所以就不幫他施洗 然後他們還可以在聖經裡面找到support 可以quote到聖經 去支持他們的論點 所以我覺得教會裡面有很多 對聖經的誤解 另外我第一條片 在溫哥華出版的《真理報》 他裡面講的考古和聖經有關的知識 他講十樣東西有八樣東西是錯的 或者是outdate了的 所以我覺得繼續讀下去是很有 很有意思的 很有價值的 不要說教人 對我自己是很有用的 因為我想知道什麼是真、什麼是假 我想有個能力可以分得出 人家講假話的時候 我想知道 我不會那麼容易被人找到老陳 因為基督教會內外 真的有太多人 懂得一點扮代表 我不點名字批評 例如 梁燕成 我終於忍不住點名字 excuse me 所以千萬不要說我是梁燕成 因為我不是 好 好 等下一集再答